连锥四集,他是谁,想必观众最好奇的,就是在第一幕中,让警察头疼不已地杀人凶手吧。 因其作案手法冷酷无情,还喜欢用割破喉咙的方式,让受害者瞬间毙命,所以老百姓们还给凶手起了个外号,叫做割喉狂魔。 为了能将其伏法,魏国平几乎把警察局所有的卷宗都翻烂了,可依旧没有一丁点线索,就连案件都没啥进展可言。 按照以往电视剧的套路,就算是有实恶不赦的凶手存在,那也是藏在主角身边的。 所以可以大胆地猜测,魏国平的心结,或许也只有身边人能够解开,而割喉狂魔,说不定就是他的身边人。 别忘了,山河牺牲之前是有一个暗示的,如果不是喉咙被伤,说不定他会告诉魏国平凶手到底是谁的。 还记得那个让魏国平痛不欲生的雨夜吗? 当时他已经掌握了凶手的犯案时间,就喜欢在雨夜,因为雨下的越大,就会把所有的犯罪证据都给冲刷掉。 所以说要想抓到凶手,雨夜出马是最好的时机,事实证明,魏国平和山河的判断是正确的。 两人还没走多远,就发现凶手正要对一个小女孩行凶。 如果不是小女孩太过害怕,死死抓住了魏国平的衣服,说不定当晚他就会同山河一起,将凶手追捕归案。 然而时机的不恰当,不仅让凶手逃跑了,还让他失去了至亲的队友,先不说为国平当时的心情有多绝望。 仔细看山河临终前的细节,瞪大了双眼,死死盯着凶手逃跑的方向,一只手捂着伤口,另一只手则指着前方。 当时以为他是为抓不到凶手而激动,仔细想想,有没有可能是在暗示些什么。 按照常人的角度来看,就算山河在追捕凶手的过程中遭遇了不测,下意识的反应,应该是用两个手捂住伤口,防止血液流失的更多。 可奇怪的是,山河另一只手死死指着前方,就连眼神里也充满了惊恐,如果不是被自己认识的人所伤害,恐怕他不会如此激动吧。 而山河也是唯一一个跟凶手打过照面地人,所以可以断定,当晚他已经猜出了凶手的真实身份。 至于凶手到底是谁,恐怕陈叔的嫌疑是最大的,山河是他的儿子,无论是身高体型还是能力,他应该都是最了解的。 凶手就算伸手在矫健,也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内准确判断出山河的喉部位置,并不可能让其一刀致命,而他之所以下死手,恐怕也是因为山河认出了自己吧。 如果不杀了山河,将来入狱被枪毙的人就是他,孰轻孰众,他内心还是很清醒的。 更何况凶手当晚犯案的地点,就是在山河家的附近,这些都足以证明凶手是熟人。 至于是不是陈叔,其实还是有待考究的,毕竟故事才刚开始罢了,但可以肯定一点,等真相揭晓的那一天,恐怕等待为国平的不是释怀,而是更大的痛苦吧。 感谢观看